解说比赛的有赵夫子赵老师 还有我们的前国家队队员刘吉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是特别的荣幸啊 右手边是我们博平网的美女主持 左手边呢是我们前国家队的队员刘吉康 和国家队队员坐在一起的感觉是不同的 非常的美妙 是的 因为我们中国呀 做乒乓球大国 乒乓球爱好者 真是太多了 能进到国家队 这都是相当有天赋 也是相当勤奋的队员 对对对 因为国家队来讲 几次乘乘筛选 从市队省队 包括进到国家队 非常不容易 一步一个教育 而且我们应该现在都会是 要求在国内赛事里面 拿到一定的成绩 才可以这样进入比赛 对对对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像我们 这次看到的这个全景赛 我们国内的竞争 真的是特别的激烈 这比一般的那种国际赛 是要好看得多 因为国际赛都是我们一起去打国外的那些国家 他们的水平 那我们中国的这种霸主地位 是没有人可以撼动的 因为看说打国际比赛容易 国内比赛难 是的 而且这次比赛呢 说在后边的单打比赛 谁拿到了单打冠军 谁就有资格去参加下一年的市井赛单打 下一点还是这 应该是市井赛单打的资格 有这个球友问我 赵老师你到底喜欢谁 我实话跟你说吧 凡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员 我都喜欢 不管男的还是女的 是的 因为是我喜欢打球 我看到他们能通过训练 达到这种程度 我怎么训练也达不到这种程度的人 我就特别的崇拜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东西还是 除了你的努力以外 还需要你的天赋 是的 比赛开始 过 王林迪第一把散了 就是反说你 对 陈梦这名运动员 我觉得品质很好 昨天的一个比赛 他跟丁宁 就是有一个擦边球 微擦那个球 裁判都已经把分翻过来了 陈梦试一说 这个球擦边了 而且那个球 要是赢了 直接比赛就结束了 但是他没有 所以说从这个细节上反映出来 我们国家队的队员 尤其是陈梦 是在素质这方面 是非常好的 对 在一些优秀运动员身上 都会有这些 就是擦边了 就是擦边了 擦网就是擦网 也不会跟对手赖这一分 对 对 出 王逆迪的进攻 从第一个球开始 就是非常的果断 就是赵派也都是非常的快 那全面大家都比较了解 但王一迪呢是最近 这一年两年冒出来的一个新秀 他的球风是非常硬朗的 反手非常好 然后后台也比较比较比较好 现在在肖战教练组那个组里 国家一队的 对对 现在王一迪打球呢就是比较先进 先进在哪里包括装本制活 要包括什么的 但是不像以前我们教练教的是右脚站后 左脚站前对不对 右手来讲 他是现在是他们的平行 甚至右脚站前 左脚站后 他这样给反手腾出来很大的空间 然后正手呢 这边他用一些快速的衔接来照顾这个 就不退出去拉了 所以任何东西它都在变化 这个技术无形慢慢就转化成这个样子了 也在升级 这个技术也在升级 漂亮 世大力 前面最近状态也是非常好 刚打完亚人会 他这个函水有特别 女孩子很少用 拧出来对着质量 王艺迪这名运动员 因为是安山人 所以场上的观众 情绪很热烈 都在跟他加油 王艺迪的准备 都是很平 就是右脚站起来 所以说他这拧 拧拉就比较好拧拉 而且这么一个 这样确实是非常短的 因为你如果右脚 在后边的话 你去拧拉这个时候 你右脚要上很大一步 对 这么站位的话 只需调节一个小碎步 就可以到位 而且你看他这个 正手侧身的玄阶 有速度非常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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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王艺迪打球 男孩子那种狠劲 在女孩子当中 他算爆发力强的 是的 他这个勾手 他这个勾手 发的就比较好 他不是那种 上来就告诉你勾手 他做的勾手 他是发平着板发 准备发撤球 然后突然变得勾手 这个就让对手很难 很难判断 他不是那种 他做的勾手 对 因为王艺迪这球接的也很强 他没有太大的力量 所以其实陈梦说想反弓一板 完全没有借到力 这一场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说前面 输了的话 这对他们来讲 就非常不利 是的 要不然现在大比分的话 山东队已经落后了一分 漂亮 王艺迪打球非常适 对 像个男孩子这样 这个动作 我们男孩有个说 他有点像篮球里边的维斯布鲁克 非常的强 是的 有点那个感觉 很很爆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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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陈梦这毕竟是实打实的世界冠军呢 你们第一局有个比赛 王艺迪拼的比较凶 嗯 陈梦在这边找机会 第一局必须拿下 如果王艺迪不拿下第一局的话 会越来越难打 我说王立迪的反应速度也是真快 因为陈梦的发球和变化都是在那一瞬间 你之前是没办法提前预判断的 陈梦的发球也是变化多多 是的 王立迪是率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也巧妙的反应 王立迪还真是先拿下来的第一局 看世界冠军如何给出强硬的回击 是的 看完第一局之后 感觉这个王立迪这个球确实实力非常选择 而且打法非常先进 反手有拧 而且反手的速度衔接 包括正走的进台的快带这把球非常的强势 而且在相持和后续的相持起来之后 进攻里边王立迪的力量和速度都占优势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说 为什么觉得他像男孩子打球 就是他跟那些女队员里边 他的速度和力量是个明显的优势 就很像是男队员在打女队员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打我 你打不死 我攻击你 你还防不住 但是我相信像陈梦呢 也是说 这么多比赛的力量 他应该会快速地找到一个方法来阻止王立迪的这个发挥 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看了前面的比赛 包括男队的比赛也是 还是有经验的队员 真的是很有经验 看一下 前面在第二局里怎么有什么样的变化 开局也会特别的重要 直接拿反手迎死对方 女队员 这技术不多呀 对 你看他发完球之后直接右脚就后面卖在了 卖在前面 而且非常往正手那边移 我仔细看看 你看他发挥球直接就站过来了 看看 所以他中间反手的弹中 三分之二台基本全是用反手上手 是的 王立迪的反手的力量那已经足够了 我不需要跑前排 对对对 我就反手这边我就反手来打 对正手 如果你到正手 我的速度调整也是够的 那他的揭发就是右脚站在哪里 是的 这其实也很主动的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说新新代的球员 他们的打法很先进 他们会更好的去针对现在的这个球的大小 包括赛制的规则 因为你球变大了 这比分一变了之后 可能大家这打法上 现在的这种打法应该是最先进最新的一种技术 对 而他们还 新新代运动员不用调整 他们学的时候就这样 而你说像一些老运动员 比如说 包括现在的陈梦 他就要调整 他最开始小的时候练球还不这样 所以这也是给老的运动员 他一个劣势 需要调整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技术都在随时的不断的更新 是的 哎漂亮 漂亮 好强的有劲 这是二分之一倍速的这个回放 所以想象得到当时这个球的速度和力量是有多快 拿斯斯的话说就是慢镜头看的都很快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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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з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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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观众可能也会对陈梦产生一定的影响 毕竟是辽宁的主场 关键我们主持人也希望辽宁赢了 辽宁赢了好请我们吃饭 开个玩笑 可能我解说应该是中立一点 但是没办法 有的时候说一说说一说 可能还是希望辽宁能赢 前面关他正是个发手 哎 你看陈梦的这手感也是特别好 是控制到王毅迪发不上力 你不是力量速度快 我让你发不上力 这落点很难受 虽然不是一个相持的球 但是看得出现在王毅迪打得也很难受 漂亮 哇 漂亮 哎呀 我们眼前一亮了 他这个打卡 是的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 今天王一迪加入梁文贵 梁文队突然一下变强了 他打起相持 王一迪的优势太明显了 有时候就是这样 队友变强了自己也都打了 就像马龙一样的 他在北京队一坐镇 哇长场3比0 队友会受到你的这个感染 哇 又打越后 是的 你这个说啊 我仔细看看 真的有点类似威斯布鲁克 你想想整个赛季三双 谁能做到这一点 哇 陈梦又有反击了 全是把自己当大腰包一样 往门看上 硬头 所以他这个特点 这个小姑娘爆发力很强 是的 但是今天 她毕竟面对的是世界冠军 陈梦的实力非常的强烈 对 陈梦竟然开始 但是你要想成功 你要想成为一流的顶级的高手 你就得拿这些世界冠军给你当背景 我想这一局对王一迪 王一迪来讲非常关键 因为不会轻易的赢下这一局 是的 他这个局对他把决胜局打 当成决胜局打 对 他可能第一局赢下来 第二局开局打得也非常好 这个时候多少会有一些想法 王一迪再把这一局拿下 打疯了以后第三局他没法弄 对 啊 你自己出手也会不果断 这陈梦在这边死死的咬住王一迪 这一局很关键 哇 这平了 上一轮 陈梦发球是有一个直接发球抢中的会 啊 一直保持领先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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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果陈梦不是全力的资格 他质量差一点 对我 对王一迪没有危险 你关系陈梦发的这个球被他给抑制住了 他反手拧你拧的 你很难受啊 嗯 你发球不舒服啊 你没有连续得分 这是很难受的 哎 差了 你让这些处理不好的发球的你一发 他一拧他一拉 哎 你一防他再再发力 他就舒服了 这样一来呢 他不舒服 我打这个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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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最能体现出来陈梦的实力 这个主动的变现变得多好 是的 而且他也在加大他这个进攻的质量 如果进攻质量一差王一迪就开始反着往回 回冲了王一迪上选的进攻力还是特别的强 这一局前面也值得必须拿下这一局 对 哦 哦 这个时候接的太犹豫了 这个时候接的太犹豫了 太暴力了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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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来说 相应来说 你的压力也就更大 那种想赢怕输的心理 而且也会被这些新生代的队员作为一个榜样或者是典型来去针对研究你 这样你就会很难打 你的优缺点对方很清楚 哎 有点急了 有点急了 有点急 10比8领先那时候没有必要这么急 好 漂亮 这两个接他球接的确实不好做 主要是10比8那个球没有想清楚 直接就是挑这个球 造成第二个球接的太保守了 是的 所以在看出陈梦对现在比赛节奏的一个掌控 第一个球接车下网 那第二个球我就发不转 太超好吃了 蓝手还非常相似 是的 王一迪的白手就是确实顺着 这个球不是王一迪指量不高的情况下 都会用白手蓝手 这样也是比较保险 看他怎么接 哇 漂亮 王一迪这插球啊 切连处理的都不好 这城方10比8里面之后 一直到刚才这个11比10被追平的这一场 对其实这三个接发球 嗯 其实你这个浪费了三个局点了 是的 是的 他们翻翻球之后直接就过了 这这手飞的时候反手翻跳 对 这就是新的打法 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 可能肖战知道 那个时候也是我在国外队的时候 也是我的主管教练 其实曾经也给我提过这种这种设想 就是发问就是说你就反手上手 但是当时可能还不太明白 他反手上手 他反手上手是短了容易上手 他反手上手是短了容易上手 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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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一迪艰难的拿下这一颗 好 啊 现在二队还得了两局的优势 第三局能够打得轻轻一点 这上边的那个女的就是辽宁听语中心的王主 啊 啊 要是这帮子女队员帮助辽宁省拿一个全国的团体冠军 这帮子领导该 对对对 多高兴啊 应该现在在上边都已经很开心 啊 你不管输赢 只要是队员在场上尽自己最大努力 打出了精气神 啊 那就好 这边山东这边已经很困难了 赶报他第一名将给条路拿下 就是主创被人家军旗给扛了 啊 第一场陈欣彤三百人 这一场又是二百人领袭 对山东那边的自信心 会有一定的打击 加油 加油 原来我整体让感觉我说辽宁下风 山东应该上风 顾语廷啊 陈梦啊 包括这个刘高原啊 都算是比较有能力的 但可能大家对这个王一迪可能不太了解 我们如果知道他的打法可能就有另一种看法 是的 他真的是一个很新的打法 让我们看之前可能我没有想象到还可以这样 而且还确实是有效的一个 也是让对方出气敌的 这个时候你在场上 把世界冠军逼到死胡同里了 背手一探了 哇 把轮船的气敌都给拿过来了 小猫第三局比赛开始了 你看陈梦也是 作战真的太分布了 八球的一个转变 上一线拿下一次 拼出了 上五二战的时候看啊 王一迪处理晴梦的这个 今天最大会儿处理还真的不是那里 连续丢了几分 好嘞 如果这样打的话 盛梦是否一层 嗯 冷却 嗯 啊 啊 成功应该对王一几个球应该很了解应该在赛前的准备应该会准备的很充分 漂亮 来! 好 成功应该是落地扭转了这个球的招手 把王一几两面吊到往里凯 男子现在很少量掉球了 一掉一板 基本上就死了 你掉出这种质量的 一板就是反踢 看这一板球像陈梦发完球球 他的上两球就相对慢一些 主要是把比分给缠上 因为这毕竟陈梦是背谁的 有时候就是包括这个台球比赛的 很多人都反映中国观众的速度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你比如说队员正在发球的时候 这时候是不能大喊大叫的 这时候要安静 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对 不懂这个规矩 可能慢慢的看多了之后 就会越来越好 这球翻完了摆到正时候 还拿反手跳 就是 刚才那个半高球都拿反手拍 这个要是在我们小时候训练的时候 这个是绝对教练觉得不允许的一个事情 正容易的时候怎么能用反手去处理 他这个反手今天给人的印象太深了 是的 用反手直接得了多少分啊 帮助的发起点是反手 对 而且他的特点还是他正手那一把质量也很高 反手是一个加分的技能 而不是因为说我正手薄弱 才用反手来接 他正手保护的也非常好 是的 他现在想的没有什么办法 叫这个战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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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王一迪这种打法还是肯定会有一些办法 因为毕竟每个打法不会十全十美 对 但是你在场上嘛 有的时候就刚好会 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状态正好对这种打法 我没有一个很有效的一直撤施 对对对 好 可能如果我L前面的话可能会盯住王一迪的正手扮出台球 因为他正这么站位的话呢 他正短的会上的很快 但是他长的他会退不出去 所以说会故意发一些长一点的球 把他主动上去 嗯 嗯 他可能最习惯的就是正手摆完或者正手拧完 他就要来天空相信 加油 好好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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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们也相信啊 蓝绿迪的出现 也应该是刷新了现在 也不光是女子吧 就是乒乓球 她这个技术走向 这个方向被刷新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 男队员在可能在几年前 可能就会有这种打法 当然女的来讲 她是唯一的一例这种打法 非常鲜明 漂亮 又是方法 我想是本球 如果这个球被王一笔摆住的话 这个球全面球可以完全选择批反而残住 因为她重心全部都到正会位置 还是赛前准备 分析的还不够 三分的优势 打球全面球 加油 敬动 敬动 对这个时候要赶紧静下来 发球的时候 今天王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最新的这种女子平床球 最顶级的打法 最先进的打法 一个主流 将来会成为主流的打法 是的 太厉害了 之前应该也是很多教练和运动员探讨过这种打法 但是她真的是第一个把她用在实战的 而且特别有效的这种得分方式 也就像当年王浩用翅膀横打经验全世界一样 对对对 她今天真的把我们经验到了 你看她的正手并不弱 正手的话虽然这球没有拉到 但是你给她正手她保护能够还非常强 她力量没有那么大 她正手她在进台给你快带过去 陈梦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 刘雨昕 打赋 而且看到王毅迪的球打得很心之外 乐点还很巧 不是用蛮力打比赛对不对 没有给前面一点几位 在家乡父老面前 王毅迪打出了自己的超高水平 向我们展示了乒乓球的运动之美 对 打得非常好 是的 力量之美 为辽宁队拿下了第二分 现在女团的决赛 辽宁队2比1领先山东队 我们稍时搜索一下